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5月1日,想和大家說一些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就是講這條片下面的聲明有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連結去WhatsApp群組,容許我和大家發布單向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g軟件群組,容許網友在討論區互相討論,而不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一個YouTube的連結,就是我和Herman Sir在Capital Corner 講這個期權和美股的操作,想講今天的財經新聞 第一個就是講那個負資產住宅的按揭貸款中數 如果年紀不輕的人,大家都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1997年到2003年,香港的樓價由最高峰 1997年跌到2003年,總共是跌了七成 跌了七成的時候,就會創造了很多一些叫做負資產 這個名詞出來,在1997年很少會聽到有一個負資產 因為大部分的調整都很快會上升上去 就是在香港的物業很大程度,長期都是一個上升軌 就是大家未見過一個這麼大的跌市 因為房地產你買樓,通常都會去做按揭 就是從以前我剛剛畢業的時候,說90年代初是九成按揭 我很記得在我剛剛畢業,房地產是未升上去 那我畢業大概是八千元人工左右 那八千元人工呢,那時候的德福花丸 是在說六十萬港幣左右 那六十萬港幣左右,你是可以給10%首期 就可以做九成按揭 那我覺得很奇怪,好像很不合理那樣 就是未想到為什麼 因為你是可以去一成首期 你說難去籌集,不難 就是在說六萬元,加上那些律師費 那些律師費比較貴的,一萬多二萬元 再給代理那些十萬元,就應該入得長 那去供樓,如果是一對人去供 就是一萬多元收入,你是可以負擔得到 那你猶豫了一會兒的時候 馬上那些樓在90年代,90年,91年 就升了去Double 那時候就是這麼短的時間 就出現了一個錯價,升了去Double 那雖然在1934年經歷過波斯灣戰爭 回了一回,但是之後就炒回歸了 回歸就說內地人下來買樓 那個省市下來買樓,就會買爆 買那個信心 那在1997就升到去最高峰 那最高峰呢,就是為什麼 因為香港很多人呢,是一張身份證呢 就是去借很多的錢 那個時候呢,有十三行 什麼叫十三行? 就是中國銀行還沒合併之前 又有鹽業,又有浙江第一 又有很多不同的中資銀行呢 是各自為證 在那個年代呢,他們沒有說中央去統籌 做那個按揭的批准 而由分行經理呢,去做那個分判呢 就是去批那個按揭 那就是說,大家是不會互通的 因為在那個年代呢,不要想著 那樣東西是中央有了數據資料 那很記得的,以前去銀行去拿錢呢 不可能是每一個分行呢 都有你那個簽名的認證在那裡 我很記得以前我幫姐姐去銀行拿錢 她就在深水埗,一間銀行是開戶口的 那以前呢,是容許是簽訂一些叫做提款單 是她的名字,那我就帶她的提款單去那間銀行 那間銀行呢,就是拉一些桂桶 就是對那個簽名,那時候是這麼原始的 就是你不要想著,現在很簡單 網上轉數去拿錢又跪完機,不是這麼簡單 那間百多年的時候,就是用這麼原始的方法去做 那不能互聯互通的時候 那一個人有一張身份證,她有這麼多收入 她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按揭 那所以我記得我有一些同學 就是中學同學後來她入了香港大學的 那她就走去一個人買四、五間 那她打算發財了,一間要來住的 一間要來收租的,三間要來炒的 去一變二,二變四這樣 那最後呢,遇到金融風暴的時候樓價下跌呢 她的樓就全部被迫在低位,全部去斬倉 那時候有很多叫做負資產的情況出現 那最高峰呢,就是在03年那時候 是有十萬零五千六百幾間 那要去到04年的第一季呢 因為酸九礁出來,那個樓價反彈 然後又放寬自由行 才令到那些樓價呢,是跌定了 那還有要斬的又斬了,就是要破產的又破產了 那那個樓價上升了,令到供樓又供了這麼多 令到那個負資產的數目呢,就是下降 從04年開始,由四萬零就跌到下去三萬多零 去到05年呢,是在說一萬零的零 去到最低位,就是在說08年那時候 就二千五百多零 那又試過又有一些金融海嘯,又上回上來 接著之後呢,就很平穩了,說的是幾百零啊 直至什麼時候開始又出現了呢,就是在說二二年尾 開始,又開始有一萬多零 那現在去到2024年的第一季呢,就去到三萬二千宗 那這個數目呢,有機會呢,是會繼續上升 因為為什麼呢,那些樓價下跌啦 還有呢,之前他們做的那些呼吸計劃呢 那些九成按揭,是多的時候 那很容易呢,就跌入了那個負資產 住宅的數目,那現在,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要看著那個二月二十八號 那個低位守不守得住呢,那這個就真是 要看那個香港啊,的經濟啊,中國的經濟呢 是站不站得穩的,因為現在,在今天那個股票市場 經過了連日,連續七日啊,八日的升市啊 升回二千幾點呢,大家對香港那個股票市場呢 就好一點了,還有第二呢,中國內地的城市呢 就是去救房地產啦,容許可以自由去買賣 就是沒有了那些限購啊,限貸那些政策 沒有啦,也都希望呢,可以呢 以舊換身,即是舊房,換身房 希望呢,就消滅了那些庫存 那現在連去到一些外資行的分析師呢 就對內房就說,可能有機會呢,就是轉勢 那這個呢,真是要看著潮咯,那現在你說 香港的股票市場是不是過了危險期呢 我是覺得過了危險期,就是如果以有質思為來看 就是說,很坦白說,升破了17000點 經歷了幾個月,過了17000點的時候呢 現在的而且確是可以見到一個短底 是叫做,以日線圖來看,是確定是一浪升於一浪 那現在去入市呢,我覺得相對來說呢,叫做安全 那就要看回之前那個低位 可能有個訊號,跌穿慢六點 可能就是說,你要去做一個警號了 那這個呢,就是我對香港股票市場的看法 那第二個我想說的呢,就是在說一些叫做 指數基金,Exchange Trade Fund 那這個Exchange Trade Fund呢,就是以前 就是970年代呢,有一個叫 那這個ETF之父,John Borgel呢,就是去創立出來 那他也都說了,他說,你要去買個股去打敗這些ETF呢 其實那個機率呢,就很小 那ETF最經典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說香港的刑副基金 呢,刑副基金呢,說明是Track的 它是Track了恒辛指數去做 那恒辛指數呢,其實就是在說 由1960幾年,應該差不多有50年的歷史 就是去Track著呢,香港一些很厲害的企業 那以前創立的時候呢,就是在說 我Track著呢,33隻的成份股 就是說,在香港抄30幾個行業的板塊裡面 找那些龍頭行業呢,作為成份股 那他隔幾年呢,就做一個叫做新陳代謝 將一些不好的換走,將一些不適合的行業換走 換一些新血下來 很記得,在1980年代,80年尾 我開始去看股票的時候 都會見到在那個成份股裡面有什麼呢 有深藍美,有東方日報,有第一太平 這些物業裡面藍亂實業 那時候香港還是有製造業 那所以就有深藍美,深藍美就是做汽車的 南聯就是做製衣的 第一太平就是做東南亞的綜合企業 東方部業就是做報紙,就在裡面 那後來,房地產成為主流了 就加多了很多房地產進去 去到90年頭,有中資那個比重高了 就加入了中移動,又加入了紅丑公司 又上海實業,就是以前的舊鋪 加入去,踢了剛才那些南聯實業 東方報業,深藍美 那是找這個叫做更替 但是雖然你是加了這些新的股票進去 那都要看你的表現,看你的市值 那你無可否認那些大猶龜 都永遠是大猶龜 即是匯豐,中移動,建設銀行,騰訊 這些就是大猶龜 那很不幸地,恒申指數服務限量公司 早兩年就打破了那個祖宗的家份 即是由33隻就可以移動到50隻 80隻,去到終極目標就100隻 那現在就增加到82隻 那其實之前我也拍過一集 我看過那個叫做羅伴先生 那個關於叫做文靈之類 有一集就說老祖宗的家份 他是有一定的智慧含量在這裡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他有他的目的 還有那些老祖宗是一些叫做開創的人 他們的智慧一定大部分的時間 會比繼承者的智慧高 因為如果你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是很難開始到改朝換代 一定他有他的個人之處 一定他有他的個人之處 趙康人也好,朱元璋也好 或者是在康熙創造這個盛世的年代 他定到那個家份呢?或者什麼條款呢? 都是他有他的個人之處 後人只不過是正常正態分佈 如果他有一個普通財產 你是很難超越他 等於舉一個例子 中原地產創辦人 蕭敬青先生 他創辦到一個這麼大型的企業 他一定有他個人之處 他的魅力 他的子女繼承他的產業 要去超越他就很難 那什麼叫蕭規曹巡呢? 即是說,如果你正正經經 正正當當去跟著他的祖訓的時候 因為他是市場打出來的 那應該呢,問題不達 但是很多叫做第二代呢 要證明自己的實力呢 通常是要去打破爸爸媽媽 以前訂立江山那個規矩的時候呢 這個呢,就是出事的開始 那曾經有很多人呢 可能那個父母親 沒什麼怎麼讀過書 其實不是的 其實他在一個社會大學呢 是拿了畢業證書 你在一些傳統大學 讀完工商管理碩士 以為你認識幾個terms 認識一些詞語 你就可以給父母親、創業者 是做得更上一籌 十個穿了九個半 都會是比他差 那因為在市場打軍出來的 和自己讀書回來 是兩馬子的事 曾經都說過 有一隻很經典的股票 因為已經是兩父子都被人抓去坐 那又不怕說 那叫太興光學 太興光學呢 老馬先生呢 他就自己去做眼鏡的製造商 做出來 那他的兒子呢 就讀名牌的MBA畢業 那回來呢 就一定要去運用 他之前學的東西 什麼橫向收購 垂直收購 做得大概 那通常那些投行呢 他就會去建議給他聽 你呢 我就借錢給你 你就橫向收購 壯大你的業務 壯大你的業務之後呢 就是你的上油和下油了 你賣牛肉的 那你就要想了 要做個養牛場 出牛奶 再要做養牛的治療 那下油呢 你又要做牛奶製造商 做牛油 做埋扒房 那這些通常就是那些 那些 投行 那些銀行呢 就會做一些提議給他 那他兒子 聽到這些東西 運用下去 那整間東西就出事了 那最後呢 就是牽涉到去做假數了 去補住 那最後呢 兩父子呢 就狼當入獄 那這些就是講的 NBA呢 經常就是講的 一些叫做 令到間企業破產的訓練 大家不要經常想著 你讀書 就會一定是 獲取到知識 是 獲取到知識 但是你不要無限放大那些知識 NBA不是一個學科 是有很紮實的理論基礎 它只不過是給大家一起 同一時間有一班聰明的人 去讀一個科目 大家可以去用到 共同的語言溝通 譬如是講的 你可以跟一些投資銀行或者銀行 可以用IRR 即是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內部收益率去做溝通 跟著什麼橫向收購 收購合併 要考慮些什麼 跟著什麼CapM Model 很多不同的管理學 去有一些共同的語言 並非是一個這麼紮實 就算去到經濟學 昨天有朋友問我 我說你不要將這個學科無限放大 這個是一個叫做 不是純科學 這個是一個叫做社會科學 純科學是什麼呢 就是說 可以重複的 就是叫做科學 即是你同一個溫度濕度 風速 一個同樣質地的蘋果 你在IFC 扔個蘋果下來 如果時間跌下來 是同樣的 這個就是可重複性 這個就是科學 但是經濟是沒有可能會重複得到的 第一 那個條件 今天樓價下跌 和97年樓價下跌的條件 是不一樣 第二 人不同了 1997年的人 到今天的人 可能那時候是20歲 現在都在說整五十幾歲 面對的問題的人不同了 也都乖了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不同 就是 之前有人打你右手臉 蓋你一巴掌 被他掌中了 今年再來蓋你右邊 你會適格的 找手擋的 或者會是閃的 那這些就是說 就算有同樣的衝擊 追擊經濟的時候 那個反應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經濟是沒有得用數學模型去計算 經濟是給一些政府方便它去推廣 就是說在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英國要去振興經濟 它需要去創造一些GDP 就是說經濟學這個叫做財務政策 你去挖爛一條路 跟著再去鋪回它 你就會可以創造了GDP 那在上一個世紀初 就是推行宣傳這個叫做財政政策 那這個財政政策 如果是政府跟你說 你一定會有陰謀論或者反對 但是如果有一些很權威的學術機構 跟你說的時候 你就會全部接收 那去到上個世紀的中期 就在說叫做貨幣政策 就說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可以通過 那個印錢就是調節那個利息 那個銀根就是可以調節到經濟 那這個就叫做貨幣政策 那貨幣政策在上一個世紀到今天 都很多會是奉為金科玉律 那其實這個都是政府的宣傳機器出來的 就是很多東西是等於好像叫做糖尿病指數 膽固醇指數 你那個血糖是不是超標 你的血壓是不是要吃血壓藥 那在八幾年前 那個醫學的大學說出來 你要整個八六七才超標的 那你才要吃藥的 然後慢慢就改了 由八六去到八四 由八三八二八一 就將那個指標就慢慢降下來 那令到要去吃那些降血壓藥的人 就會是多了 這些是藥廠的宣傳機器去做 那通過什麼去發佈 就通過一些大學的醫療的醫學的文獻去做 那這些醫生最聽話就是聽什麼話 就是聽這些文獻 因為不是我自己說的 是一些出名的醫療的人去做 那這個就是會出現問題 那再說回 剛才說的那個換成份股那個 就好像一個例子 就好像說一些歐聯的足球那樣 其實你去去 要拿歐聯冠軍的 一定是那些富豪救會 不是王家馬得利的 就是曼聯阿仙奴、利物浦 白藝人暮尼克 是這些的 難道有什麼馬爾他共和國會拿到 跟著有瑞士其中一隊球隊拿到 沒有可能 你擴大那個參賽的隊伍 於是無保 其實你去去去 大家都進入四強 都是那16支 或者是20支球隊在裡面 你加到三十二隊四十八隊 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等同你現在 你將你的恆新指數成份股 擴到一百 沒有用的 因為你說的是可能 頭那十隻 已經是佔了這一堆成份股裡面 九成幾個成交 那你加數目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很多人是不會聽 因為他們希望破舊立生 以及揚名立馬 這就是在說很多人 會有一些叫做認知的障礙在裡面 那很多人呢 有一些叫做思維 那思維又分開一元思維 以及二元思維 以及多元思維 什麼叫做一元思維模式呢 就是在說 所有東西是以自我為中心 聽不到其他東西的 和外界的思維 沒有辦法兼容 沒有辦法交流 它的特點就是善用 用一些取的人 有什麼其他東西 看成是釘 要去去打他 認為自己是對的 其他人都是錯的 很多朋友都是 就是和他溝通 不是一個叫做dialogue Dialogue 就說你講我講 大家互相去討論的時候 就有些火花是拆出來 是對環境、世界觀 是有些認知 但是跟那些人去談 你無論怎樣說 他就是反博隊來的 他只是說自己是對的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一元思維的模式 有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遮遮尾就關了一道門 他關閉了 那二元思維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兼容兩種不同的觀點 和不同的人 具備基本的邏輯思維 和同理心 那麼它的特點就是 雖然不同意對方的觀點 但是會是表示尊重 以及能夠跟人喜歡、跟人相處 跟不合適的人協作共事 不需要透過贏到其他人獲得邏輯的一致 我想我應該都可以 不是一個屬於一元思維的人 可能有人跟我說你不聽其他人不入耳 其實我不是聽其他人的意見不入耳 我是不想聽一些叫人身攻擊的言論 一些理性的討論、有數據的討論 我是同意的 我亦都在很多網友的留言裡面 我是學到很多東西 我是有沒有聽 我認為是對的 或者它有數據支撐 我會是贊同的 但是你套了我有些帽子 會令到那個氛圍或者群組 是會造成一些叫做瘀血 很怕一些企業也是這樣 那個態度有問題 不是一個理性討論 說根本都不知道 有些是惡而相向那些 其實於是無補 我是不會聽 最後有些叫做多元思維的人 這個層次的人 就是容許外界所有的思想和觀點 是很快地拿到它的精華 是可以提煉去用 那它那個大佬好像黑洞 好像棉花一樣 它可以很快地吸收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講 在想我們怎樣去提升 那我想我自己不會是一躍之為 因為我是看你的政治觀點 是不對的 我都會去看會去聽的 我不會留言告訴你 我討厭你的人 你的觀點不同我 我就去惡然相向 我懷疑它的立場不會 最多真的不對聽 它立場太鮮明了 就不看了 它是無常放在YouTube那裡 它沒有尹昌指著你的 你不對聽你就不要看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觀點 那就 希望很多人就是要知道 很多時候都會有盲點 那個思考那個盲點就是 有分開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會 狂妄自大 認為自己什麼都是對的 第二呢 就譬如如果你是做生意的時候 你做了一間餐廳就行了 你就會去盲目擴張 那你盲目擴張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時候管理不善就會出現危機 那麼去第四個階段 就是會找救命的稻草 那麼第五個階段呢 就被人遺忘 就貧臨死亡 那麼香港都有些 新進的發展商呢 都會是的 那麼 那 是不是這麼容易 由一個普通的投資者 會變成一個 柳神啊 發展將新興去冒起呢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你去做重建項目也好 或者去收購物業項目也好 那為什麼那些現有的發展商不去買 留得到給你去買呢 你要想清楚 那些原有的發展商不是傻的 他們不會看不到那個物業發展的價值 是給了一個漏洞給你 給了一個虛毀給你 沒有可能 那但是 你以前的成功 就將自己放大了 覺得你會這樣做的時候呢 過不了幾年呢 就會挑戰一些叫做巨企 會成為一個新進的發展商 那 經歷那個狂妄自大啊 盲目擴張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危機 因為那個市況 永遠不像你這樣說 一帆風順 香港房地產市況 有上有落的周期 那個可能香港那個環境 可能出現一些結構性的變化 不像你這樣 那那個資金準備不足的時候 你現在我聽到有很多新進的發展商 就是在外面呢 就是去問一些財務公司去借錢 那我應該有幾個朋友 現在還是Cash Rich的呢 就是給他 問他來借錢 那那個利息呢 講的是年利率呢 16L又聽過啦 18L又聽過啦 20L又聽過 你肯借給我就OK了 等同好像是幾年前呢 那些內房一樣的 他們那個借貸利息呢 就是在說18L呀 20L以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想去救回他的項目 但你想一下 一些房地產的項目 可不可以支撐得到十幾L一年 那你在說三年的 你是說要給成四五十L 那我當你借的錢是一半的錢 你都可以有二十幾個巴仙啦 一個項目 是不是有二三十L的利潤在呢 我會很懷疑啦 因為你之前去計那個價 已經是非常之進取 今天的價格比早兩年跌兩成 那其實地塊呢 就等同是倭倫一樣 在升市的時候 地塊一定是比樓價升得還要多 就是樓價升兩成 你那個地塊呢 可能升五成 當樓價跌兩成的時候 你那個地塊的估值呢 可能呢 就跌一半或者是以上 那今天跌了兩成樓價的時候 這個地塊呢 就跌了起碼有五成 然後你以前 建築費不是一個你很重要的考量 到今天的建築費 會變成一個你要好考量的重點 再加上利息的支出 根本呢 那個項目呢 除非很 hit 聖地 比你去計算的價格 要上升 還有十幾百百 Prozent 否則呢 你的項目呢 是注定是失敗收場 那麼這就是 Tr immob Idol 是在說的 房地產…為什麼我講了這麼多集 你看我幾年前到我已拍過 房地產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行業 尤其是發展商 你做不好你的資本控制 就是因為他是在說capital intensive 資本密集的行業 他對於那個technical know-how 就是那個技術的要求 不是要求得那麼深 因為你只要給足夠的錢 請一些專業的人士 給職師、結構工程師 請一隊好的施工隊 你由麵粉變成麵包 去賣出來不難 釋放好的時候 但是當釋放不好 你的資金的來源 是這麽高槓桿的時候 那就是會中下禍根 這就是講認知的問題 講一元二元和多元思維 和一個人是狂妄自大 不聽得到別人的意見 有時的出入落差就在這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麽多 有什麽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